今天新北市確診的個案是有兩個 一個是新增的一個是 居家隔離陰轉陽的個案 那目前接觸者大概有96個 那居家隔離框了36個 那今天新增的確診個案是在亞東醫院的一個副理師 PCR接著做也是陽性 那CT值大概是21.5 所以我們馬上就收出專責的一個隔離病房 那這是亞東醫院 我們馬上立即擴大的框類 以及採檢 總共採了79個人 這79個人包括他同志的親人 還有他交往的朋友 以及包括醫院 所有的跟他有接觸擴大框類的個案 總共有71個 那目前79個PCR都出來了 都是陰性 至於他的感染源還在確認當中 我們的陰轉陽這個個案是因為台北市的某醫院 護理師的朋友 那已經居家隔離三天的陰轉陽 這個不在社區裡面 具有傳播力量 所以這個個案大家安心 所以我們現在密切關注的就是有關亞東醫院護理師 所接觸的對象雖然79個都是陰性 但是我們不要掉以輕心 我們容然不斷地擴大採檢 擴大框類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請開啟小鈴鐺